疫情解封之后 全球旅游月快速的复苏 东南亚周边各国像是马来西亚还有泰国都在努力的发展观光 而土地比别人少的新加坡呢 努力要透过这个放宽签证 还有名人加持 以及锁定高端客群 还有口碑行销 成功与他国竞争 新加坡受惠于免签政策 陆克再度要升新加坡最大旅客来源国 带动朝鱼机场今年首季猛爆性复苏 光是二月抵达处罚和转机客流量就高达535万人次 首度超越疫情前水准 张义机场作为全球航空枢纽不断扩建 第五航下的建筑工程预计今年招标 2025年动工 2030年预计就能投入运作 除了客流量还得赚大钱 因此新加坡把焦点锁定在了高端游客 同时透过名人加持的观光策略行销 为了指引他们 新加坡努力举办国际会展 以2021年来看 当地就举办了超过200场会议活动 吸引将近5万名来自国内外的出席者 无形之中也为新加坡带来可观的观光收益 那么在2019年整个到新加坡的观光客就高达1911万人 去年6月我刚开始过来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国际商标绿色的年会在新加坡来举办 就有14000人 而举办的会议期间有7天 那么几乎这些人都住在新加坡的高级的酒店 甚至以金沙 甚至说附近的Fullerton 这样的高阶酒店为主 那么金沙酒店一碗就大概48000块台币 新加坡一环接一环的观光决策 成功带动惊人观光效益 在观光产业部分 台湾或许能向新国借进 以上就是环境新闻特派记者 门又成人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